我们体会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不可思议 无人的心性功德不可思议 心愿持明之法不可思议 才会显现这个大不可思议的现象 这是真实的存在 用我们的逻辑思维 很难解释 但是确实存在 净中之净又净 还因为念佛法门具有这么一种元收一切法门 元超一切法门的圣意方便 就给我们这些业障深重的凡夫众生 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我们很难相信 从我们自身的烦恼来看 这种怀疑 是根本烦恼之一 到了现在这种怀疑就是变本加厉 我们现在对一切人 本能的就很难产生信任 人与人之间想得到一个信任 在这个时代是很困难的 一定要格物置之正心 才能到达诚意 才能够把这种怀疑的烦恼屈前 如果不经过这样艰苦卓绝的修行 我们的怀疑就会在内心扎根 所以这个聚生烦恼 就对这个不可思议的念佛法门 产生了第一个障碍 其次 当经科技时代 具有很强的二分法 能观察的我与所观察的课题 要知道我们的妙明觉性 本体是明的 但有一念叫明 就建立一个能所的对待 所立照姓王 这个能和所的角力一产生 无人智慧的照用就没有了 第六意识思维逻辑的分别 演绎 归纳等就把智慧的照用掩盖了 而念佛法门正好就要靠智慧的照用 直观地产生信心 现在我们把本妙明星之解为诸多的局部片段 要去相信净土法门就太难了 太难了 如果说一定要在科学上论证西方极乐世界的存在 论证为什么一念之间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为什么会莲花化生 这就不是新意识范围内所能论证的 如果现代人一定要论证清楚了 才会相信净土法门 那大概一辈子都没办法去相信 然而论证也是可以的 但不是靠分别意识去论证 而是要靠真修实干去感应 获得验证 念佛法门是可以论证的 吉林彦瑞香 净土经典在洞汉时期 就已经传到中国 经过三百余年于本土文化的磨合冲撞 到了东晋时期 就提出了一个时大的挑战 这就是一个验证问题 你说西方极乐世界存在 看不见目不找 你能不能拿出证据 一般的人都是眼见为实的 没有证据 他就可以认为这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乌托邦 幻想的产物 迎接这个挑战的就是如山东林寺的会员大师 他在东林寺起见的白莲社 云集了那个时代滋败123个精英人士 专修念佛法门 去验证这桩事情 这是我们华夏民族 震旦国民的福报 这次验证成功了 慧远大师三次见到了阿弥陀佛 刘怡明居士修行了半年就见到了佛光 修行15年 也见到阿弥陀佛 当他见到阿弥陀佛的时候 他内心还有怀疑呀 他怀疑这是不是幻觉呀 所以他就动了念头说 您老人家真的是阿弥陀佛的话 您能不能用手磨我的头顶呀 这个念头一斗 更迷陀佛就用金色的手臂磨他的头顶啊 他又验证说 您老人家如果真的是阿弥陀佛的话 您能不能用袈裟覆盖我的身体呀 这个念头一斗 更迷陀佛就用袈裟覆盖他的身体 这一下 刘怡明居士真是感动的热泪盈眶 不是幻觉 佛是灵明不昧的 你念头一斗 他马上满你的愿 横顺众生 慈悲至极 刘怡明居士在定中还到了西方净土其保持 还喝了一碗八宫的水 那毛孔中溢出的香味持续了半个月 刘怡明居士灵命中时 欲知实质 竟相先感谢释迦摩尼佛 没有释迦本师宣传这个法门 自己不知道啊 第二只相感谢阿弥陀佛的慈悲接引 我就要到您那区 做您的学生了 亲至阿弥陀佛 所以东临寺 白连社完成了验证 这是我们佛教界的一个大师姻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